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人体之内也存在着96%的不可知不可见的物质 是什么物质呢 这就是传统所说的精 气 神 三宝 也就是你五脏都有精华 一气不可测 说我肝脏的精华怎么样了 不可测 但是肝脏开窍一幕 看你眼睛有没有神 就知道你肝脏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去医学检查西医的 说我有绯闻症 眼睛老有东西飘来飘去的在眼前飞 西医说 你这年龄也该这样了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病因 他就找不到别的病因了 中医都知道眼睛是肝开窍的地方 那你这是肝不好了 肝气欲解 导致木昏花 然后有东西飘 所以我用疏肝力胆的方法 然后这个绯闻就不见了 这个病就好了 那你去西医 它是检查你的视网膜 精状体 然后所有的检查 最后说你没病 然后最后说 我不可能没病啊 我之前看得很清楚 现在都看不清楚了 他说 那你就看精神科好了 因为你这胡思乱想 压力太大了 然后你要去看精神病 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 他归到这个上面去 到中医的时候他就不是 他来告诉你肝气欲解 疏肝力胆 一疏肝力胆以后 眼睛明亮了 那么中医他由于习 他在于重视气 就是五脏的气顺不顺 五脏气不顺 那么人就有病 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我当时耳朵发炎之后 导致的肾的功能不行 所以吴医师一巴脉说 嗯 你的肾气做 他就调一点药 调肾气 所以一个中药方里面 到底是助治什么的 他就是根据五脏的平衡 阴阳失衡以后 他进行药物的注入 通过液 你喝下去的液体以后 然后进行五脏调衡 这个西医完全没招 比方手术后病人很虚弱 病人很虚弱 那到中医了 他又给你补血补气的方子 然后把你这个气血补回来 可以快速地补回来 那你如果是没有这些中医的药方的帮助 你的气血什么时间回来 年轻的很容易 二三十岁的 养个个八月的 好了 回来了 因为人体有个自我修复功能 但是如果到了我们这个黄花菜都干了 你们是美丽的黄花菜已经干枯了 美丽的小花朵已经干枯了 树已经开始落叶了 开始枯了 我们六七十岁的人就到了这个年龄了 那你想靠自己恢复气血 那你没有个一年半载 你根本恢复不过来 那你为什么固执己见不去用中医呢 为什么非得锁之章 之见 西医就是好的 西医是最先进的 你想两百多年前 皇帝用什么方法治啊 大臣又用什么方法治啊 那个时候没有电 西医是源自于我们现代的电啊 这些东西发明以后才有的西医 这是两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中医 藏医 印度医学 这个西方印第安人的传统疗法 那这些东西都几千年大家都在用的东西 一个小孩子八岁 一个老人八十岁 谁的经验丰富啊 那大家都知道 八十岁的老人肯定经验丰富不过八岁 那一个两百多年的西医 跟一个两三千年 甚至从中国历史来讲八千年的 从福西室开始就应用的道医 中医来讲 那你这个才两三百岁 这个已经八千岁了 哪个更厉害啊 没有智慧的人类就是这样 只相信染经看不到的 不相信经络系统的这次存在 西医为什么他不入中医 他不承认气 他不承认经络 为什么 测不出来呀 今天的一切根本测不到经络在哪儿 但是人家中医 然后八根脉就知道你的经络哪儿不通 哪儿堵塞 像我们练通了以后给人调理的时候 拿手往他身体一划了 走哪儿冒凉气 走哪儿冒热气 这个地方应该是凉的 他现在毛热气不对了 错位了 那个地方是热的 现在冒凉气也不对了 那就错位了 那就赶紧要想办法给他调 那通过你的手拉气 练出一股光剑 然后在人体顺着这么一拉 就知道他长得有病了 这个叫手眼通 这个是很容易练出来 手拉气 练久了就可以拉出来了 那么通过什么 经络啊 进去的经络 顺着经走 走到哪儿堵塞了 堵塞了不通 不通用哀一考 哀是通什么 通气的 那哀它为什么后来把这个 应用在人体上 最早的哀草 不是用来给人治病的 最早哀草是去找水井的 大家知道农村要喝水 他要打水井 打水井不知道哪有水眼 然后他就把土 随便找一块儿掀土 软和的好挖 然后把土挖下去 一米见方 就是立方体长宽高一米 然后把哀草放进去 点成烟 不要漆火 就是烟 然后把它盖住 然后盖住以后 去周围找 哪个地方 那个地开始把这个哀 烟起来的 那就是水眼 他因为地脉相通 他是通过这个找到这个水眼 说原来这个地方有气冒上来 那这底下一定有水 打下去一定是有水的 后来这个人发现 这个可以在大地这么坚硬的都可以通 那人体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这才把哀引到了人体来通经书气 去预测 疏通经浪 那这个是科学 你们忽略的都是科学 不是随便忽悠人的东西 并且中国一下子用了几千年 那为什么就不去接受这种的条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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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